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四堂 罗马书的主日学 我们今天会继续看罗马书 我们会从上次完结的部分开始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我们上次已经去到三章第二十节 我们今天会从三章第二十一节开始 去到四章的结尾 今天我们会完成整个罗马书第一个大的部分 就是保罗去论述整个福音 去到说如何为之恩信清义 究竟整个福音的论述里面 保罗去完整整个思路 我们今天基本上就可以计算上一堂和上两堂的内容 我们应该去对于整个福音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保罗对于福音的论述里面 他的思路是首先他论述全世界的人都有罪 无论你是爱帮人还是有没有律法 都是有罪的 有罪的人是不能够自己救自己的 所以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今天我们会去讲究竟这个救恩是怎样的呢 究竟他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拯救到罪人呢 罪人也如何才可以获得拯救呢 今天我们的内容就会概括这些部分 我的讲义已经上网了 大家应该可以下载到的了 希望大家去夹上两堂的内容一起去看的时候 你对于整个福音的中心是有清晰的理解 上一次我们由一章开始就讲到外邦人有罪 跟着二章又讲到犹太人有罪 不过他们有律法和外邦人有点不同 但是虽然有律法但也是有罪 今天就讲到耶稣基督救恩 以及整个我们基督教信仰很重要 恩信清义的神学观念 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观念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多些 我们继续讲经文和内容之前 我们有个祈祷 我们将时间交给上帝 七日天父感恩 给到我们有祢的福音 上帝我们多谢你 因为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无法救自己 上帝感谢你 因为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制 我们可以被你挽回 我们可以被你挽回 被你拯救过来 上帝你同时是很公义的神 亦是满有慈悦的神 你不愿意叫人沉沦 你不愿意叫人死亡 但是我们去感谢你 因为你为我们赐立救恩 你叫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去得救 我们相信就可以被你的恩典 覆却我们的罪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上帝求你赐给我们的智慧 叫我们明白你的经文 在罗马书里面 去明白一个这么核心的教义 让我们知道福音的中心 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 我们究竟是在信什么 天父求你帮助我带领我们 那我们今天就讲恩信清义 我们由罗马书3章第21节开始 一直讲到4章的结尾 这个恩信清义 我相信你回教会 回了一段时间 你一定听过的 甚至乎你会觉得是常常听到 甚至乎我们会说 这个就是整个基督教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就是因为信 所以去清义 我延续之前的一些思路 我就给大家去想 究竟我们恩信清义 是什么信呢 什么叫清义呢 谁的信呢 究竟清义又是为之什么呢 这些字我们日常生活 不会用到的 虽然都是广东话 但我们除了信仰以外 其实很少讲恩信清义 但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 待得久呢 你会发现 我们常常都说的 我们常常都说的 我们就是恩信清义 那我们就因为信耶稣 所以得救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去理清这些概念 那我们首先呢 保罗呢 在第20节最后的结尾 上一次我们的结尾 他说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恩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清义 因为律法本事叫人知罪 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 神呢 要求我们是有义 这个地位 我们呢 他要求我们呢 可以做到义的 就是清到义的 这个层次 不过但是保罗呢 他说得很清楚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因为行律法 而能够在神面前清义 因为律法本来呢 就不是叫我们清义的 他叫我们呢 去知罪的 没有人因为可以行律法而清义 那你可能第一时间就会问 什么叫义啊 就是清义是什么呢 保罗这里说 第21节 就是我们今天的部分开始 他说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什么叫神的义呢 什么叫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显明呢 那么呢 如果你整本圣经去理解 神的义呢 其实都有一个挺清晰的图画 就是我们能够做神眼中 看为正确的事呢 就是神的义了 或者是义的这个地位 这个呢 是一个法律的词汇来的 义这个字呢 是一个法律的词汇 就是说在上帝眼中 看为正确的东西 是一些正确的东西 就是义了 除了义以外的就是不义 就是你除了正确的事 你就是一些不义的事 你就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说 凡有血气的 没有人可以因为行律法 而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 因为律法本来就是叫人知罪 他就说 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正 人的义和神的义呢 是有一个对比的 我们可以看到 人呢 不可能因为自己的行为 称义 不过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呢 他可以将这个地位加给人 这个概念呢 是有少少复杂 我自己觉得 还有呢 有少少 就是分别很微小的 究竟呢 你最后得出来 都是义的地位 不过但是 不是因为我们行为 所以得到义的地位 是因为神 他加给人 所以呢 可以有一个义的地位 那这个说法呢 我们等一下会再重复讲 就是我们会继续讲下去 你会慢慢会明白多些 那保来一开中明义 这个小段落呢 他就说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了 有律法和先知为正 因为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那样 我们也有提到呢 在律法以外的 我们旧约呢 我们知道 就是 律法就是在旧约那里 就是彰显出来 那我们呢 可以知道 律法呢 是神藉着摩西 所以是颁布给以色列人的 那所以呢 在旧约之中呢 这个义的定义 要做是什么呢 怎样为之做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呢 那就是你要做很多事情 就是你可能就是 因为律法里面 你要爱其他轮舍 就是你不可以不结 你呢 你呢 不可以碰尸体 你或者呢 你不可以去杀人 就是 奸淫 去贪戀别人的财产 或者呢 你不可以称其他神为神 就是你除了耶和以外 你不可以有其他神的 那你都呢 要做很多行为 譬如你一年要献几次负罪 跟着你可能呢 每一日的又要献凡罪 跟着你呢 遇到一些感恩的事 可能呢 你可以献平安祭 你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去 就是享用那些制拔 那这样 那就是 这些呢 很多很多的行为呢 其实都是为了让人呢 可以明白 什么叫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 不过如果你熟读旧约 你一路看下去呢 你很可能你会发现 哇 其实挺难的哦 就是呢 没什么人可以做到的哦 或者呢 甚至乎 如果你用耶稣基督的标准 就是在新约马太福音那些 福音书的讲法呢 耶稣呢 甚至乎将旧约的律法呢 由行为 外显的行为 变成内心的一些动机 它呢 它呢 是规格 就是管轄了 人呢 内心里面的动机的 那呢 就更加没有什么可能 遵守得到的了 就是呢 你明明前面的人激怒了你了 那你不揮拳打他 你已经很好了 是不是 就是你没有了一个怒气 发露出来 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竟然叫我 我连内心都不可以有怒气他的行为 那就真的太难了 那所以呢 在旧约之中呢 在律法里面的意呢 就是来自行为的了 在旧约里面 我们怎样为之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事呢 就一定是做行为的 因为旧约里面就是说很多很多不同的行为 但是呢 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他呢 立了一个新的约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保罗这里都是这样说的 他说 就是义呢 就是来自于信心 就呢 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行为 是来自呢 那个信心 那么 22至24节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规矩了神的荣耀 如今 向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清义 那么呢 这里里面说了很多概念 那我们慢慢去逐个去理解 他说 神的义是因为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这句话是很巧合的 就是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他说一切相信的人呢 就没有分别的 这个在新约里面 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事 而在上帝眼中看为正确是源自于你相信主耶稣基督 因为信耶稣基督 神的义呢 就会加给一切的人 他加进去所有人 那里 旧约的律法 就给了犹太人 新约的恩典 就是给所有人 如果我们从哪一个人接受到受众的群体去做一个对照 我们会见到 旧约的律法是给了犹太人的 即是摩西 藉着摩西就给了整个以色列群体 那我们就给了犹太人 但是呢 现在普来这里说 神的义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这个恩典 我们暂时用着恩典这个词 这个恩典 是将加给所有的人 他正正是回应着 保罗之前说的整个福音的 或者整个福音论述的思路里面的头一个部分 就是说 全部人都是在罪下的 所有人都是犯罪得罪神的人 所以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不易的 不是在做对的事 但是 恩典就正正是加给所有人 没有分别 所以在回应的是 所有人都有罪 但是所有人都可以有上帝的恩典 他再加 就是再加多个注觉的解释 他就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如今他有没有神的恩典 基督耶稣的救索 就白白地清移 这里他说到 世人都犯了罪 他是重复解释同一个概念 他就说 世人都犯了罪 犯罪是什么意思 就是规决了神的荣耀 原本我们是荣耀上帝的生命 不过因为犯罪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荣耀上帝 所以规决了上帝的荣耀 而这个恩典 是蒙神的恩典 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 我们可以白白地清移 这个是蒙上帝的恩典 是基督耶稣的救赎 什么叫白白地呢 白白地这里的译法就是 第二些译法寫无缘无故地 无故地去到清移 所以这个先叫恩典 即是保罗说 如今蒙神的恩典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 都可以清移 无缘无故地 我们可以清移 白白的恩典 白白地清移 但是不要误会 保罗继续说下去 他却是昂贵的 即是这个上帝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的救赎 虽然是无缘无故地 加给人那里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 就可以有这个地位 是一个义的地位 但是这个恩典 却是很昂贵的 他后面25-26节 他继续这样说 神就设立了耶稣作幻回祭 是凭耶稣的血值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清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里他说神赐立了耶稣作幻回祭 幻回祭这个字 其实就是等于熟罪祭的意思 如果你看不同的译本 和合本我们译作幻回祭 如果新汉语译本 你会见到它是译做熟罪祭的 熟罪祭也是一个恩典 是一个等于在诗恩座到够熟罪 即是那个熟罪 即是那个献祭 就献在这个诗恩座上高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 旧药里面的一些概念熟不熟 如果你熟的话 你应该会更容易跟着我讲 但如果不熟 那你慢慢听我讲去学习 这个熟罪祭就是新汉语的译本的译法 亦都等于在诗恩座去到旧熟 诗恩座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如果你看回旧药里面的经文 即是在出埃及的经文 或者在生命记里面的一些经文 你都会发现诗恩座就是 约柜上高 它有两个基路柏雕刻了 基路柏是两个人的样子 跟着它有一些刺旁 有四个刺旁的一个基路柏 那么它就 约柜上高 你当约柜你当 你当像一个鞋盒 鞋盒上高有个盖 盖上高有两个摆设 摆设就是一个基路柏的形状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它们的刺旁就是这样 覆盖着整个药柜的鞋盒的盖 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阴影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摆设 天花板有眼灯 你开着你的房间的灯 然后它照下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基路柏的刺旁 应该在鞋盒的顶上高有一个阴影 而这个阴影的部分就是两个基路柏的刺旁 盖住了那个药柜的阴影的部分 就是那个施姻座 那施姻座是一个阴影部分 整个救药的概念 它是这样理解的 当耶和华的药柏 临到去药柜摆放的地方 就是一个智姻座 那耶和华的药柏 临到在那里 就应该整个智姻座 整个房间都很光 耶和华的药柏在里面 因为耶和华的药柏是圣结的 所以如果你有罪 那你就会被荣光 就像是杀了那样 他就刺激到 他就发现了有罪 跟着上帝的荣光 就会击杀了那里的罪 但正正就是因为基路柏的刺旁 覆盖了阴影的部分 所以人就可以去到那里 躲起不让上帝的荣光 直接照到 它有个刺旁阴影的部分 保护了你 它是一个很有形象化的表达 表达着基路柏的刺旁 就是覆盖了里面有罪的阴影部分 以至到上帝的荣光 不会一下子就即刻击杀了 一别有罪的人 所以如果有这个概念的话 它就是说 神设立了耶稣作这个挽回祭 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刺旁阴影的部分 他就是我们凭着耶稣 那我们知道 一路新约去看风音书的时候 你知道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 都流出补血 所以我们会说是 凭着耶稣的补血 复盖了我们的罪 以至到 他就成为了 在我们 我们就可以在他的施恩座那里 不让上帝的荣光 击杀我们 有罪的人 所以我们凭着耶稣的血 就可以被拯救 即是我们不会被杀 他说这个是凭着耶稣的血 吃着人的唇 要显明神的乙 那我们呢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流血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好地地 那他就做神的乙子 那他死可以 心臟病发死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这么残忍 在十字架那里流血的 但是呢 因为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献祭的系统呢 我们是说 他表达着呢 当我们有罪 后果 就一定是流血 才可以解除 那个后果 那么呢 流血呢 是基本上犯罪的 即是我们要付的代价 那在旧约里面呢 他的说法就是 死就是那个代价 但是呢 死就是没有了生命 死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那在旧约的概念里面呢 血就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知道啦 就是有些事情 我们不可以吃血 什么大有血的食物 因为呢 血有生命的 那样 就是呢 魔石五经是这样跟我们说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憑着流出来的血 就代表呢 他的生命流尽了 那所以呢 犯罪的结果是死 所以呢 我们憑着流血呢 就可以 附上了犯罪的结果了 那也都呢 藉着人的信 那我们呢 这儿给大家去想一下 究竟人的信 又是什么信呢 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呢 还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呢 就是一个心里面的信就完呢 还是呢 要有外显的行为呢 还是我们外显的行为就足够 需不需要有心里面的信心去配合呢 那我个人呢 就认为 这个藉着人的信呢 应该是说 整个人 两方面的信心 和信靠的行为 都需要一同结合 才是完完整整的信 那这个藉着人的信呢 所以我们就要 显明神的义了 那这个呢 旧约属罪祭的图画呢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去理解 就是这一节 二十五节的经文的上半 因为神设立了耶稣基督作挽回祭 是憑着耶稣的血 直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那啊 希望大家 如果 听得不清楚 或者我说得太快的呢 我鼓励你 就是 回回头 就是几分钟之前 那样 那你可以呢 听多一次 这个施恩佐 和呢 基督派的刺旁 音影的部分 覆盖我们的罪的 那个原理 以至到呢 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基督的血呢 就是 覆盖了我们的罪 亦都呢 附上了 去呢 去呢 流进他生命死亡的那个后 那个的 代价 以至到呢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信靠他 我们就可以 显明上帝的义 那么显明上帝的义呢 那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呢 就是 上帝呢 是要求人 行义的 就是呢 上帝做人 他要求人 去成为上帝眼中看为好的 就是呢 显明上帝眼中看为好的 神的义 但是呢 人呢 却是犯罪的 就是我们知道了 就是上帝要求我们做好 但我们呢 却是犯罪 所以呢 神要处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究竟他要如何面对人有罪 这个 就是面对罪呢 就是面对人犯了出来的那些罪呢 上帝呢 面对罪呢 他只有一个做法 他就是要审判这些罪 他要除灭这些罪 所以呢 他审判有罪 你的代价就是死 那这个就是罪的公价 那罪要死了 那就是呢 人有罪 那我们要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 人有罪了喔 那人呢 就需要流血 才可以负上到这个罪 代负到 就是 负上到这个负价 去到面对这个罪 所以加在一起 神要求人去做好 人却犯罪 所以呢 在上帝眼中 他要面对 就是要施行个审判 也都是人要死 所以呢 他就可以负到这个负价了 但是呢 在这个方程式下 但是呢 在这个方程式下 人是没有办法的 你犯了罪 就只可以死的了 但是呢 上帝的恩典呢 却是臨到 他呢 让到耶稣可以成为那个代蜀 他代我们流血 他代我们死亡 以至到呢 这个耶稣基督的代蜀 就是 設立了耶稣作挽回祭 凭着耶稣基督的血迹罪 人的信 这些部分 加上呢 我们就可以同时满足了 人 和神的两边 满足了人 他呢 他呢 要公义的 他是一个公义的神 所以呢 他见到罪 他就要审判 有审判的结果就是死亡 这个呢 就是神公义的部分 亦都满足了人的哦 因为人呢 亦都可以做回一个 原本上帝设计 我们要被 就是要在他眼中看为好的一个人哦 所以呢 在这个救恩 就同时满足了上帝的公义 亦都满足了人 被称为义 的这个地位 所以这句就是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神呢 不是立戀就 哦 那好吧 我就放过你啦 你就是 犯了罚 你犯了罪 算了算了 我见你生得那么帥 放过你啦 那这个呢 就不是上帝了 因为上帝并不是这样的 上帝是要有公义的 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来的 他呢 是人犯了罪 他就一定要被审判 审判的结果一定要是死 那才是一个公义的神 那但是耶稣来到 他就代我们去死呢 流出来的血就代表死亡 就是流了那些血嘛 生命在血里面 是代表他没有了生命 那所以呢 神的公义被满足了 那但是 耶稣基督的血也都保护了 好似施恩座 那样 好似基督帕契 遮盖了人的罪 以至到人也都被同时满足到 他可以被称为义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呢 因为福音这个字本来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救恩是一个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呢 是因为人终于可以有出路了 我们人本来犯了罪就没有出路 我们死定了 但是因为耶稣来到 所以我们人有出路 我们可以因为信耶稣 他可以同时满足到人被称义这个部分 也同时满足到上帝的义 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 后面那里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就是保罗表达着上帝用忍耐 为什么没有一来就击杀所有以色列人 就是亚当夏娃犯罪 为什么没有即刻击杀他们 他就是为了要显明上帝的义 亦都可以称人为义 如果我自己幻想 圣经没有说的 我自己幻想 耶稣见到亚当夏娃 你犯了罪啊 我叫你不要吃那个分辨善乐树的果子 你又吃啊 你还要跟我一样成为好像神那样 不如算了算了 我回去第六日之前我就杀了你 然后我就消灭了所有人类 那我回去五日创造再restart 第六日再做个人 或者可以有一些好些的人 但是上帝没有选择这样做 原因是因为他同时很爱人 他不希望人就这样玩完 滅亡了 但是他同时也要满足 他是一个公义的属性 所以他才要有这个救恩 去到呢 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清信耶稣的人为义 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真是很爱我们的 他真是一个很爱我们的神 他不愿意我们去犯 看到我们犯罪之后不愿意我们去沉沦 他希望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让我们可以得救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去面对罪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一下 其实耶和华是很爱我们的神 他是忍耐了我们很久的 他宽容了很多过犯罪 为了什么呢 他不是做事很last minute 他不是喜欢延迟他自己 去到不做工懒惰 不施行审判 他为了显明他自己是公义 亦都让到人可以被称为义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得出 上帝真的很爱我们 他很慈爱 他很等候我们 亦都忍耐 即是欢容 同时也都很公义 有计划 有这个救赎 希望这个讲法 或者保罗这一段经文 可以让我们见到 上帝同时是公义 亦都是很慈爱的那个上帝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见到 上帝就是一个这样的神 他是一个这么公义 又慈爱的神 那我们人是怎样的呢 那保罗继续去说 他说 既是这样 即是上帝是这样 他自己是公义的 也都称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的话 既是这样 那我们怎样可以夸口 那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得了 用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用信主之法 顶姐妹 我不知道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七节 对于你来说 有没有很困难 我自己觉得 这一节经文实在太难了 就是这样很巧合 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鼓励你 当你发现这些经文的时候 不妨看多几本不同的译本 你识中文的话 就看多几本中文译本 如果你刚好又识英文的话 你就看多些不同的英文译本 这个新汉语译本 可能会译得好少少的 他就会清楚少少的 他说 这样 有什么可夸的一点也没有 根据什么准则说没有呢 他说一点也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呢 根据什么准则说没有呢 是根据行为的准则吗 不 而是根据信心的准则 所以这里 用何法没有的呢 他是说 根据什么准则说没有呢 是用立功之法 立功之法是行为的准则吗 也不是 是用信心的准则 信主之法 那我们慢慢看下去 这里他说 有什么可夸口 好啊 华本译夸口 即是新汉语本译可夸 什么叫夸口呢 夸口就是夸耀 就是我们中文而已 夸口就是夸耀的东西 他可能夸耀呢 他就说 你看看我有多好 你看看我有多叻 你看看我有多劲 你看看我有多劲 这个就是夸口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夸口呢 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呢 保罗说什么都没有夸口 我们没办法看自己有多劲 在这个救恩里面 在这个 人称 因为信耶稣的人 我们因为相信耶稣 所以被称为义 的这个原则底下 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呢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 因为我们不是根据行为的准则 如果我们根据行为的准则呢 就是 旧约里面几百条律例 那我就跟随了 耶稣来到 他成全了个律法 他说 我连动机都不好 有生气 帝兄在那里杀人 就是 动了淫念就是犯奸淫 我连这些都做完了 那我们才可以夸口 因为根据律法的准则呢 我们做完这些 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得救到的 不过人就没办法做得完 所以呢 保罗说 我们是根据信心的准则 根据信心的准则呢 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而已 那我们呢 就是根据这个信心 我们才可以得救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 我们没有做得多好的 我们是纯粹因为信靠耶稣基督 亦都同时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 我们才可以得救的 如果我们信靠 就可以得救的 那也很危险 或者我们可以想一下 啊就是 Felix在这个教会里面 都做了一段时间 那他都 有少少帥仔 做事又 就是稳固 好了 我们把信心投放在他身上 我们信靠 Felix这样不行呢 是不行的 因为Felix并不是一个信 他没有这个 可以让人称义的行为 是做不到的 他没有那个地位 他也没有那个功用 所以是做不到的 我们唯有信靠耶稣基督 才可以 亦都因为耶稣是很信实的 他呢 上帝叫他去成为那个挽回祭 他真的很信实地走上十字架 做了那个挽回祭 成为了那个负罪 所以我们才可以被拯救 那这里呢 就是 保罗说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夸 是因为信心的准则 我们才可以被拯救 那他继续说到他说 难道神只是做犹太人的神吗 难道呢 不是都是做外邦人的神吗 是啊 亦都做外邦人的神 神既然是一位他就要因为信 那清那受割礼的人为义 也要因为信 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 弟兄姊妹 我们去清义或者救恩呢 上帝只得一个原则 就是你信还是不信 我们呢 即是没有第二个救恩的原则 我们没有第二个门路可以被拯救 只有一个就是你信还是不信呢 那我们呢 知道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有些人就说 我们是外邦人的嘛 那我们就信耶稣 不过犹太人呢 可能有第二个得救的渠道 就是会不会 他将来有第二条渠道 让到犹太人全部人都得救啊 但是保罗说 神既是一位 他就要因为信 清那受割礼的人为义 也要因为信 清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 他说得很清楚的就是呢 无论你是受割礼的犹太人 还是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 他都是同一个神 他都是得一个方法来获得救恩 以同一个救恩来清义 所以保罗呢 去到最后他就说 神既是一位 就要清 就是受割礼 和不受割礼的人为义 这样 我们恩信 就废了律法吗 断乎不是 更是 兼顾律法 所以呢 保罗这里说 我们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更加呢 是兼顾着律法 因为神呢 他完成了 律法的要求 我们呢 我们呢 不是说上帝呢 就是 旧约那几千年 就是想了一条方法 行律法 这样就可以清义 人做不到啊 没有办法啊 叫了那么多先知 就是鼓励他们 都做不到啊 好了好了 我呢 用第二个方法 我们现在想个新方法 就是耶稣基督 这样就钉十字架 就清义了 这样 上帝并没有这样做 他是在律法里面 在律法以下 完成整个律法的要求 来拯救人脱离罪的 所以呢 上帝是 捐固着律法 就是他继续持守着 他在这个律法底下 完成这个要求 律法底下的要求就是 人法有罪 我们就要被审判 审判的结果就是死 那个代价就是你要付上生命 所以呢 上帝就在这个 人有罪的前提下 他呢 付上了他自己的儿子 那个生命 以至到 我们人可以被他的补血 覆盖住我们的罪 叫我们呢 脱离这个罪的结局 即死亡的结局 所以呢 这里 保罗说 这样 我不是因为信耶稣基督 有了救恩 就废除了律法吗 就不是 因为呢 上帝是在这个 律法底下 做这件事 所以呢 我们是在兼顾这个律法 那我们呢 今天就用多 基本上大半堂的时间呢 就跟大家去 厘清了 究竟呢 什么叫做 恩信称义 的这个概念 希望呢 我们今天的 就是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呢 帮到弟兄姐妹 你呢 一直听了很多年 恩信称义啊 我们因为信耶稣 就有永生啊 这些这样的概念 我们可以呢 因为保罗的教导 我们明白多了 其实呢 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称义的 我们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信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 他是完成了 整个律法的要求 上帝 设立了耶稣 做那个负罪 还活制 他的血就吸 就是 覆盖了我们 叫我们呢 的罪可以被覆盖住 憑住呢 他的信实 我们相信他 信靠他的 就是这个行为 以至到呢 我们可以同时 满足到 上帝的公义 也都呢 满足到 我们人可以被称为义 那呢 就这个就是 这个福音 这个呢 就是那个好消息 我们人是有出路 也都呢 不是靠自己 任何的 行为 不是我们有些什么好 不是我们 即是好 我们投放 对了 那个信心的好 并不是的 纯粹都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信实 我们呢 去信靠他 这个信心的原则 去到呢 被拯救 而呢 无论你是 受了葛礼的犹太人 还是未受葛礼的外邦人 上帝同样 用同一个原则 去到 叫这个救 即是救恩来到 让所有人都可以被称义 而这个要求 是在律法之下完成 这个formula 是根据 旧约的律法 上帝一早已颁布了的律例 去到呢 即是叫人可以被拯救 团离罪 那希望这个 完整的 即是 恩信称义的 的表达呢 让到 某姊妹可以清晰一点 那 那未来呢 我们剩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会看看第四章 因为第四章呢 呢 保罗就提了一些例子 去表达这个恩信称义 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那我们很快看下去 大家就可以明白到 我相信呢 如果你有熟读旧约的一些故事呢 或者你有熟读旧约的一些诗篇 一些经文 我们就会容易明白 如果不是的话 你听我说也可以的 呢 这里呢 就是 保罗一开始呢 他就用了亚伯拉罕作为那个例子 也都提到大位作为那个例子 罗马书呢 四章 他举了两个例子 他一来呢 就是这么说的 只说来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 憑着肉体 得了什么呢 倘若阿伯拉罕是因为行为而称义 就有东西可以夸口 但是 在神面前 并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 经上说什么呢 他说 阿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他的义 造功得功价不算是恩典 是应该得到的 唯有不造功只因信 清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先算为义 阿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 所以保罗用一个所有犹太人都知道的例子 也都是所有犹太人都尊敬的一个人 他所有犹太人都会觉得他是典范的先祖 阿伯拉罕 他提到阿伯拉罕在神面前都没有东西可以夸口 纵使他地位崇高又如何呢 他很被尊崇又如何呢 但是他都在上帝面前没有东西可以夸口 即是说他没有因为他的行为而称义 因为上歌说 如果你行为才可以夸口 你做得好才可以夸口 但是没有东西可以夸口 他说 神都是因为他的信心而称阿伯拉罕为义 他引用了一段经文 在第三节他说 阿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是在创世纪15章第六节 那里表达出来的 他说阿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上帝是因为阿伯拉罕相信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就以这个信为他的义 耶和华应许了 十五章也在说什么呢 在十四章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打开 你想打开就打开 十四章里面 是说阿伯拉罕去到 和周围那些王 去到争战 五王 去到争战 去到争战 去打仗 所以他是很害怕的 所以在十五章里面 一来耶和华就应许阿伯拉罕要做他的盾牌 他不单止保护他作他的盾牌 而是他还加上 又要赏赐他有后裔 赏赐他有后治 阿伯拉就相信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他说 倘若阿伯拉罕是因行为清义 就无日何夸 只是在神面前并无日何夸 经济记者说 耶和华 阿伯拉罕相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即是保罗用的字是 这就算为他的义 和创世纪的原文 不是同一个字 但意思是一样 是以此为他的义 这个算是整个第四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 第四章里面出现了十一次这个算 包括在这里我打出来 三章四章 不是三节四节五节六节 八九十十一 二十二十三十四 不断地出现了十一次这个算 这个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是一个会计的述语 当时他们的意思是归算到某个人的帐上 即是说我们今天都会的 即是我们说我欠你多少钱呢 即是记住帐先 我下个星期见到你给一些现金 可能是这样 这个就是归算到某个人的帐上 所以上帝 即是保罗说 如果我们做工得到工价 就不算是恩典的 因为做工有良出是应份的 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是因为他做得好 所以有去计算他为义呢 那不算是恩典 这是应份的 但是不做工 而 即是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清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保罗说 如果不做工 但是就相信都可以清罪人为义呢 这个才是恩典 是计算在他帐上的正确行为 他说把这个义算到人的帐上 所以我们的恩典 为什么叫恩典呢 就不是因为我们人做了什么 因为我们做了事 做对的事 得到的结果是救恩的话 我们应该是应得的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做到什么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其实不是我们想不想做 是直接做不到 所以我们都被称为义呢 那就算为恩典了 这个就是他的信 即是亚伯拉罕的信 就算为他的义了 他用完亚伯拉罕的例子 他就说到大卫的例子 他在这个后面第六节他就这么说 正如大卫清那在行为以爱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他说得赦面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唯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大卫呢 在什么时候写这篇的诗篇呢 这篇呢 是诗篇三十二篇 是一个懺悔的诗来的 就是一个我们说对不起的一卷诗来的 他在大卫和拔士巴犯完奸淫罪之后 如果你有印象 如果你有印象 拔士巴本来是第二个人的老婆 不过大卫呢 见到他在那儿被他吸引住 他呢 就杀了他老公 所以呢 他就可以抢到这个老婆回来 大卫呢 和拔士巴呢 犯了奸淫罪之后 他呢 写了这篇诗篇 他呢 直接在旧约里面呢 他就这么说 得赦面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 也说不算唯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神可以赦面过罪过 并且呢 可以白白地称罪人为二 他不是凭着人的行为的 我们知道呢 上帝赦面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个才是有福的 上帝不计算唯有罪的 这个才是有福的 这个才是有福的 即是在这个帐簿那里 没有写下 这是罪人 这个人是有福的 他反而写下 这是义人 那这个行 即这个人是有福的 上帝呢 不计算我们的罪过 就算我们犯了罪 上帝都不计算我们的罪过 称我们为二 在我们的帐簿上写 称我们为二 那这个二 上帝写下去的 这个二 是包含了整个基督 完全的二 弟兄姊妹 因为呢 我们写下去的二 你当吧 那究竟是哪个的二 即是 你计算就是 Felix的二 写了下去 弟兄姊妹的帐簿上吗 绝对不是 他写了基督的二 在我们的帐簿上 这件事呢 很安慰到人的 即是呢 我们有时呢 可能会想 死了 我做了基督徒 好像呢 都不是做得那么好 即是 我都是会超一下速 我都是会见到人生气 跟着我都是会忧虑 我都是会不够 不够性结 即是动淫念 那我们都是做很多这些东西的 但是 上帝看我们的义 并不是我们有做得多好 他是见到耶稣基督完全的义 就是说 我们再没有聚过 在我们的帐簿那里出现 我们的帐簿 是被耶稣基督完全的义 算了上去 所以我们将来向上帝交仗的时候 上帝当然 他都知道我们做得不好 他呢 纪念我们是尘土 我们呢 只不过是泥土 但是 他见到的是耶稣基督完全的义 所以呢 上帝就称我们为义 那呢 即是保罗用了这两个例子 那他呢 去到论述 即是上帝呢 清 即是罪人为义 究竟是怎样的 那他就要解决少少 后面的部分 那我们呢 就是看完下去了 那 如果你是犹太人呢 那你就很熟阿伯拉罕 当然 亦都很熟大卫 这两个呢 基本上是他们民族里面的英雄 那保罗呢 都提到这两个的例子 去到呢 他都是凭着信心去行义的 那他都是就是 凭着他的信心去到呢 被上帝算为义的 那要后面下来呢 四章九至十二字呢 他要解决另一个问题 那我们究竟行割礼 那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保罗呢 很有智慧的 他真的提到很多行割礼的事情 他尝试去解释 那究竟我们做割礼是一件什么事呢 他又提到 阿伯拉罕他什么时候受割礼的呢 阿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上 也说了 那怎么算呢 是不是因为他行了割礼呢 可能你马上会想 是啊 有人因为阿伯拉罕就是从上帝领受了这个礼仪 那我们现在去的后裔 那我们第八日的男性宝宝 他全部都会行割礼的啦 那 那波罗说呢 他算为他的义呢 不是因为他行了割礼 是因为他的信 他这里说呢 就是 因为我们所说 阿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不好意思 阿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呢 他什么时候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 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 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 乃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 弟兄姐妹 不知道呢 你对于《创世纪》的经文有多熟悉 《创世纪》呢 第十五章 我们刚才看了 就是十四章呢 就是去打仗 十五章呢 就是耶和华说 阿伯拉罕我要做你的盾牌 赐给你的后治 阿伯拉罕就信了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 跟着呢 去到第十七章呢 我们才看到 上帝叫阿伯拉罕去行国礼 他赐了这个礼仪给阿伯拉罕 如果有些人去计算 大约呢 阿伯拉罕要过了十四年 才行国礼 所以保罗呢 直接就说 他是在被称为义之后 才行国礼 他呢 被称义 称义就不会是基于他的行国礼 因为国礼是后来的事 称义是预先的事 是早点的事 所以呢 保罗的说法呢 就是称义就不是基于国礼的 国礼呢 只是一个记号而已 他这里说呢 并且他受了国礼的记号 作他未受国礼的时候 因信称义的印记 叫他作一切 未受国礼之人 而信的人的负 就算为他的义 又受国礼的人的负 就是阿伯拉罕 不但受国礼 并且按我们祖宗阿伯拉罕 未受国礼而信之足迹去行的人 这里呢 保罗呢就是说 阿伯拉罕呢 没错 他是信心之父 他是一切信的人的父亲 因为呢 上帝就是跟他立约的 那个立约呢 是他呢 叫他去 就是称他为义 因为阿伯拉罕的信 所以呢 摄耶和华就称他为义 而他给了一个记号 去到印证 这件事是发生了的 就是一个国礼 所以国礼呢 是一个记号 就不是那个称义的原则 他不是基于国礼 他只不过是被记录 拜国礼 就是用国礼来作那个记录 是一个记号 所以呢 这里阿伯拉罕呢 他同时是受国礼的人的负 亦都是没有受国礼的人的负 那这个作为父亲 后字呢 在后一点的经文呢 会再重复再提 那我们就一路看下去先啦 这个阿伯拉 阿伯拉罕和律法之间 又存在什么关系呢 是吧 后面这里呢 他十三节十六节 他又说到 即是神要应许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要承受这个世界的 刚才呢 我们就说到阿伯拉罕他呢 去打仗 上帝呢 就说 我要做你的盾牌 又要上次他有后裔 那这里 保罗呢 就再提到 他说 因为神应许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呢 你知不知道后裔和后字有什么分别呢 后裔呢 就是血缘关系而已 那么其实他就是可以生起来 他的儿子 生过儿子 生过儿子 生过孙子 不过后裔呢 他是一个法律概念 如果你是一个后裔呢 你就可以承受他的财产 承受他的地土 承受他的留下来的东西 那但是你是后裔呢 你未必可以有这个法律地位 那当然你可以重叠的 这两个东西 你的既是后裔血缘上高 亦都是法律地位上高的后裔 寶罗就說 神應許阿伯拉罕和他的後裔必得承受世界 這個後裔必得承受世界就是後裔的說法 即是他可以承受 由於這個牽涉法律層面 所以寶罗就用這個說法去討論 巴巴拉罕和律法之間有什麼關係 神應許阿伯拉罕和他的後裔要承受世界 他要承受得這個世界 他必定在法律原則底下可以承受 他說 若是屬服律法的人才得為後裔 即是後裔有很多 不過如果你屬服律法才可以承受的話 這個信就歸空 應許也廢棄 因為律法是惹動憤怒 哪裏沒有律法 那裏就沒有過犯 因為所有人都是犯了律法 他説到 神應許阿伯拉罕和他後裔承受世界 不是因為律法 雖然我們法律條文底下承受地圖 一般的想法就是 法律的結果 即是我們今天去買房子 你最重要就是去做那個name check 或者你要有一個地契 那你有一個地契 這塊地就是你的了 是一個法律的說法 不過保羅他破格地 就是這樣說 但是在神裡面 律法之先已經刺下了阿伯拉罕的地位 他是一個義 即是他算為義 他亦都應許他有後補 可以承受地土的後補 是在律法之先的 不知你有沒有想過 阿伯拉罕的世界 即是阿伯拉罕那個年代 其實是未有摩西律法 因為摩西是後面的人 他是他的後裔 所以保羅正在證明著 可以成為後製 即是在《創世記》十五章裏面 稱阿伯蘭遜耶穫華 耶穫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他就說有賞賜他有後製 是可以承受地土的後製 這個說法是先於律法出現的 所以能夠成為後製 即是可以有繼承權 不是因為那些的律法 而是因為阿伯拉罕的信心 所以他後面就提到 本乎信 因此就屬乎因 是因典來的 上帝應許阿伯拉有後裔 這是因為阿伯拉罕的信 原本就是因為他的信 所以這是一個恩典 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後裔 不但歸給那熟律法 也歸給那效法阿伯拉罕之順力 我們能夠去到承受上帝的國 即是說得白一點 我們今天新約裡的概念 我們很明顯知道 他在說這個承受世界 就不是我們做了美國總統 做了這個世界的王 去承受這個世界 他應該在說承受上帝的國度 神應許阿伯拉罕和他的後裔 必定能夠承受信的國度 原因不是因為有律法 是因為恩典 應許是屬於律法之下的 亦都屬於沒有律法的 所以是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 所以這一個概念 我們之後再延伸下去 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阿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他是一切信靠的人 他的後裔除了是血緣關係的 以色列人的後裔 血統上的後裔之外 他更是同樣有信心的人 那些人的後裔 都是屬於他的後裔 所以我們今天說我們是阿伯拉罕的後裔 我們作為基督徒 雖然我們不是猶太裔 血緣上我們是第二個民族 但是在信心上 我們都是同樣是阿伯拉罕的後裔 那這個概念就在這裏衍生出來 我們很快看下去 17至25節 他在說阿伯拉罕信的是 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 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信心的父 正如經上所記 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 當時阿伯拉罕為何信 那個叫死人復活的神呢 當時阿伯拉罕年紀很大 即是上對應許他的時候 他已經過了生育之年 聖經這樣說 他基本上那個人就好像死了的人 這樣 因為生不了兒子 不過但是他卻信上帝 可以賜他一個兒子 更加可以賜他一個有後製 即是有法律地位可以承繼他的財產 或者那個地土的後製 他就好像是相信那個 我是一個已死之人 但我能夠可以復活過來 生到兒子有後製 所以他 保羅就十八節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因為信仍然有指望 就得以作多國的父 正如先前所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所以上帝要算為他的兒子 寄在他的帳上 保羅在這裏又帶出了耶穌基督 因為耶穌基督就是從死裡復活的人 就是我們寫 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阿伯拉罕身體好像死了一樣 他一個帳死去的人一樣 但是他卻因為信上帝 所以他好像復活過來 以至到他可以生到兒子 正如我們今天 上帝也可以叫耶穌從死裡復活 我們相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這些人 就跟阿伯拉罕一樣 我們就可以稱為他的後製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了我們的過法 復活是為了我們清義 這個神同一個神 他能夠使阿伯拉罕和撒拉過了生育的年紀 都可以好像復活過來生到兒子 他也同樣地可以使耶穌從死裡復活 耶穌的死是為了我們的罪 寶羅也這樣說 他交給人 即是他受死 是為了我們的過法 是為了負上我們的罪 但是他可以復活 以至到我們可以稱為義 為了我們的義而復活 這個部分呢 保羅就將完整地整個福音的中心 恩信清義 整個福音論述的思路 完整地說了 去到第四章的結尾 他已經帶出到人是有罪 全世界的人都需要耶穌基督的救恩 耶穌基督就是流了補血 覆蓋了我們的罪 以至到我們可以在上帝眼中看為正確 他給了這個贖價 以至到呢 我們可以被上帝算為義 而那個算 寄在我們帳簿的那個義呢 不是我們有多厲害 不是我們做得多好 而是因為耶穌基督完全的好 祂完全的神 那個義去到呢 寄在我們的帳簿那裏 所以我們去 就算我們再犯了罪 我們過去犯了多少的罪 我們犯了多少世人都不覺得羞恥的罪 但是正如大衛所說 可以赦免其過福去的罪 那個人就是有福的 上帝去賜下了律法給我們 以至到我們可以跟著律法的講法 承受這個世界 但是上帝的恩典超越了的部分 他因為他亞伯拉罕的信 所以他沒有律法之先 已經可以承受這個世界的地土 即是上帝的國度 如果用熟靈的講法 以至到我們因為 同樣有跟亞伯拉罕一樣的信心 亞伯拉罕相信上帝在他已死的身體都可以復活過內 我們就相信上帝可以復活他兒子 耶穌基督 我們有同樣的信心 所以我們被稱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在熟靈的層面 我們不是因為血緣的關係 而是因為信心的關係 熟靈的層面上高 我們可以被稱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以至到上帝應許亞伯拉罕說他的後裔 他的後裔要承受這個世界 我們就可以承受上帝的國度 以至到我們在上帝的國度有佛 希望這個恩信清義的表達 第一 堅固到達英子妹的信心 第二 當我們傳封音的時候 我們有這一套觀念在腦裏 我們可以明白多些上帝怎樣去拯救那些在罪裏面失喪的人 亦都明白我們有信心 當他承認耶穌基督是他的救主 赦免他的罪的時候 他的補血洗清他的罪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信心 他都跟我們的先祖亞伯拉罕一樣 跟保羅一樣因為信心 所以被稱為義 我們大家都沒有東西可以跨口 但是因為上帝的信 耶穌基督的信實 我們對他的信靠 我們對他的信心 我們走出來去相信他的信靠的行為 以至到我們可以因為這些信 而被稱為義 希望這個恩信清義的概念可以幫到大家 最後我們都有一些思考問題 讓到弟兄姊妹去想 或者計時再去問 去了解清楚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像我這樣 可以總結到恩信清義的教義 也都我們要去明白 可以問一下自己 恩信而清義 但是基督徒都會犯罪的 那中間有沒有矛盾呢 那個矛盾是怎樣被復和到的呢 如何reconcile到那個矛盾呢 阿伯拉罕和大壞的例子 我們都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他可以被神越納 我們都可以想一下 我們對上帝的信心和行為 會有什麼關係呢 這些關係 會影響你每日每時每刻的生活呢 他提到 救恩是白白的 即是無如無故 但是卻不是廉價 是昂貴的 那這個說話對你來說什麼意思呢 我們亦都付了什麼代價呢 我們作為人 其實我們有沒有付到我們的代價呢 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獲得這個救恩之後 我們地上的生活 有沒有付出了什麼代價呢 希望今次三章尾四章的經文 可以幫到弟兄姐妹 即是我們可以一重去明白 上帝叫我們恩信而清義的這個恩典 我們去感恩上帝賜下了救恩給我們 希望這段時間可以幫助大家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謝謝 這裡